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周文泽 说来比较巧合 有一天我下班正在路边等快车 然后因为那天很冷 我就钻到一个小卖铺 不对叫零售店 怎么说 小超市吧 里边等 然后正好看到这个 当时买了两盒 我就拿给那个收银员 收银员看了一下 跟我说35一盒 真贵 这个时候我都已经跟他问问价格了 我说如果我不要的话 面子不就过不去吗 于是我两盒都买了回来 发了微博之后 大家突然 对这个东西比较好奇 让我进行一个吃播 我就进行一个吃播 首先我们把外边这层膜给他撕掉 省得让他一直反光 好了 然后先看一些信息 12月15号生产的 然后这是看信息了吗 说主制完成后 还有一些这个妙脆角 我那天看到网友发的照片了 里边有妙脆角 我以为是他自己弄的 没想到是送的 他写的第一步要放食材 这样我给他拿下来 然后咱们就边开包 边开箱 然后边去按他这个操作来进行执行 好 然后他这有个出息口 大家看见 这个是餐具包 他写的是不可食用 我不食用 然后这个是菜包 写的是酱烟菜 软软的 这是豆皮 这个就是那个妙脆角 我先吃点 我好饿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不是妙脆角 这应该是海底捞捞他们自己做的 对吧 好脆 好好吃 太好吃了 然后底下 底下是牛杂包 这个是叫纯香牛油 这个应该就是发热包 他说远离明火 禁止食用 禁止热水 小心烫伤 大家注意 禁止热水 这个位置我看完之后还有点害怕 说明书上写的是 首先我们在这个小盒子里放食材 首先我把蔬菜包打开 看看我不知道里边是干的还是湿的 里边是湿的 有藕 我看到有藕 有紫菜 还有有水 蔬菜包 还有一块菜 还有两块菜 这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平时没有这么爱吃蔬菜 但是今天考虑到这个破碗仁还是挺贵的 然后牛杂包 我买的是牛肚 所以里边应该是牛肚 不知道没有牛肉 我是辣的 有一点担心这个会不会太辣 然后好香 我是饿了 然后豆皮包 这放不下 小勺子给它 对不对 放平平 纯香牛油 这好像方便面 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闻着 就和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特别特别的像 而且这个里边没有主食 只要我突然意识到 因为我记得 你实在意口水 因为我记得我买的咖喱锅里 它其实是有方便面子 吃点小零食 然后看看 豆皮要先放 完了 是 它因为它 我知道了 它需要让豆皮充分的 充分的沾水 第二步 白测餐和注水 大家等着 我去拿水 那块没有热水 我去接点热水 我把这个料 稍微往下按掩了 它这个料都够不着 怎么看点 不那么 不是那么有食欲 然后他说 将260毫升 我特别去买了一瓶水 这是570毫升 那么260毫升 应该是一半 差不多是吧 黑色合体注水处 现在把它先放到一边 然后它也有一个注水处 注水处在哪 这么这么低吗 注水备 大家看 它这里边 在这个位置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见 好低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底儿吗 相当于 这是冰水 他说 他说一定不要用热水 虽然看着低 但是还是掉了挺多的 不是 倒了挺多的 检查 无仿布破损 无益粉厚 放到黑色盒体内 然后迅速将白色餐盒 放在黑色盒体内 扣紧盖子15分钟 即可享用 我怎么这么 这么害怕 现在 然后把它放在它上面 15分钟 然后这个开始扣着 倒计时15分钟 好的 15分钟倒计时开始 没有任何的反应了 它是发热的吗 它好像没发热 我哪做错了吗 我在这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它现在先煮着 就是有一次 我妈 那是我第一次见着自热饭盒 然后我妈 她是从单位拿回来一盒 自热什么 公保鸡丁饭吧 之类的 她还不懂啊 她不知道里面要化学反应 然后她就把那个 自热饭盒 听到就有声音了 又沸腾的声音了 开始反应了 还有还有14分钟 我们继续说 然后我们就 我妈 哦 冒击耳朵大家看到了吗 哦 喷得蒸汽 大家喷得这么猛 大家能看出来吗 哦 哦 所以说它实际上相当于 花了一分钟时间 才开始反应 然后我们继续说 说我妈那故事 我妈把那一整盒饭 连着底下那个加热包 直接放在蒸笼上 要去加热 吓死我了 当时我 还好我体现发泄了 我觉得那可能是我离死亡 最近的一次 但是现在 现在闻的话还挺香的 先吃点这个 三 我比它快一点 一 叮咚 哦 哦 这个好像 有点没准开呀 绞合绞合 然后现在就直接 趴在上面吃是吗 我看看它还说什么 我们这里边都有什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中菜包呢 有莲藕 土豆 海带 毛木耳 竹笋 水和食用盐 豆皮包呢 有豆皮 然后牛杂包呢 有牛半斤 牛肚 牛黄猴 菜籽 油辣椒等等 皮线豆瓣 然后呢 它还提示 它不是说 让我们把这个 脆 虎牙脆 倒在上面 说倒在上面刚好吃吗 但是我刚才 我吃了一些了 还剩两粒 倒上去 两粒我们也倒上去 重在参与 然后里边有一根牙签 然后有一个小短的筷子 而且这筷子好像 如果没看错的话 不分反正是吧 哦 它的筷子是分反正是吧 哪边正都可以是吧 给它插进去插紧就行 我先尝尝豆皮 闻着就很辣 挺辣的 它还在烧 烧到什么时候这头啊 豆瓶可以 我的虎牙脆呢 完了 估计这会儿已经不脆了 我先吃个我吧 嗯 不错 尝上牛肚 这是姜吧 牛肚啊 希望不是姜 它这个柔韧性 柔韧性看起来不像是姜 嗯 不过一样 可能是黄猴 我对牛身上的构造 了解的并不是非常多 我尝尝那个海带 它别不是蒸汽吗 我吃的时候 这块就熏我 尝尝我的虎牙脆 嗯 还是脆的 看来我这一锅 是以豆皮为主的 啊 嗯 好吃 哦 好辣 看来 还有丝呢 啊 啥 牛肚已经没了吗 哦 这边还有这是黄猴 嗯 因为我很少吃这个形式的板筋 我拍一张照 啊 一会发的微博上去 哦 好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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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量还挺多的 我吃到现在已经有点饱了 而且我还没有吃主食 说实话也没有多少肉 呵 但是我已经有点饱了 啊 啊 这是土豆片 我尝尝 土豆片感觉还有点生 有点脆脆的 哦 这是笋 嗯 笋好吃 好了 吃饱喝足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海底捞自煮火锅套餐啊 35块钱 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售价 我首先说的优点吧 优点呢 是那肯定就是比较方便啊 不用叫外卖 然后 呃 不用自己用锅 对吧 不用刷碗 直接一会儿人家扔掉就可以了 呃 食物上呢 我觉得 笋 然后 呃 干豆腐啊 豆腐皮 然后海带 然后木耳 都达到了 还有藕都达到了我的预期 唯一缺点是那个 土豆片 我觉得有一点点脆 呃 我平常白吃土豆片 但是我的一些土豆片 不应该这么脆吧 从制作烹饪的角度呢 对于小孩来说 我觉得肯定是有点危险的 而且 如果你是一个呃 操动手的能力 操能力比较弱的 其实我不太建议 因为我担心容易出问题啊 虽然说好像已经很保险了 但毕竟大家看到刚才那个蒸汽喷出来的时候的样子 如果不小心弄洒了 或者弄饭了 或者家里有小朋友 还是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所以说 如果你要买的话 一定要看了我的这个教学视频 然后稳妥一点吃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那个筷子不好用 那个筷子 如果你家里有自己的筷子 用自己的筷子 然后他直接从锅里捞出来吃 这个部分我觉得稍微有一些油 如果你家里能自己准备一个小碗小盘更好了 然后同时你要是能再拿了一包 瞎不瞎补的这个 那个麻酱搭配着吃 那我觉得就更好啊 总的来说 我觉得35块钱有这些料呢 还可以 就是如果你能接受海底捞的价位 那么这个价位绝对的ok 如果你平常觉得海底捞很贵 然后你可能吃瞎不瞎补一个人吃五六十块钱 又能吃一盘肉 又能吃一个蔬菜平盘 感觉也不错 那么可能去那种瞎不瞎补那种现场的火锅店 能吃到的更多 我自己感觉就是味道很好 不太麻烦 稍微就是觉得肉有点少 另外呢有一些危险 大概就是我对他来的评测吧 大家也可以试试 我下次还可以尝试一下那个咖喱味的 咖喱味的我就不拍视频了 我就直接吃完了 给大家写一个小回报就好 好吗 以上呢就是本期小泽vlog的全部内容 更多好吃好看好玩的视频 大家可以关注微博中文泽以及公众号 小泽你好 我是中文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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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